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我之前做了幾個菜式 今天再來一個三文魚 很簡單的 紙包三文魚 用急凍三文魚做 不會太貴,很好吃 健康菜式也是小油 大家好,上次受煤氣烹飪中心邀請 4月9個課程 已經很順利的結束 很多網友都有來參加 在接下來的6月17日下午2點至5點 星期一 又有烹飪班 今次我會示範這個去骨海南雞 和雞油飯 另外,實習是黑胡椒大蝦 實習的意思就是我做 原來我們在現場做 這兩道菜式都是很好吃的 有關的詳情 大家可以說明難道 會有連結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大家見面 我們看看這次的原材料 首先,三文魚 超級市場買的 是急凍的 急凍的 有骨 等下我們會把骨子蓋起 好像五十元左右 五十元有兩塊 當然不是那麼帥 我覺得顏色不是那麼漂亮 但都可以的 用得 當然不夠冰鮮那些 但做菜 有時不需要買那麼貴 便宜一點 因為它很豐富 健康的食物 偶爾試一下 不錯的 而且會用橄欖油 比較簡單 如果你買到魚腩的位置 那些便更加好 但不要緊 這是背部 我們先打開 先打開 這個危險動作 大家不要學 你用剪刀 我眼睛 出來,我們先檢查一下 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看看還有沒有魚鱗 很多時候還有 我們先刮魚鱗 有魚鱗的 我們刮一刮 然後才拿去洗 不需要洗那麼多次 一次便足夠了 再洗便沒有顏色 我們洗完之後 用廚房紙包著它 刮一刮 不要那麼多水 會很大塊 但其實不是那麼厚 但這裏已經可以 夠吃了 接著 我們可以 起骨 它有骨 你可以不起的 但問題是 我這次起了它 在骨 中間的骨 上面 沿著邊 你會看到 上面的位置 這個位置 我們這樣沿著它 由背部一邊 切下去 把它分開 先 就是這樣 中間是有骨 那骨 原來你不想吃 有小朋友 我建議 把它蓋上去 稍微 穩固 我們把它蓋上去 你看到中間 骨 沿著上面 中間 中線 那裏 那裏有條骨 我們切了它 不要 接著 還未夠 還可以 還有骨 其實 腩位 有小小骨 我們也切過去 其實通常 用手去摸 骨 就算在外面做 用手去摸 因為有時候看不到 骨 會在裡面 用手去摸 摸 摸到有眼東西 有骨 你用手 或者用指甲鉗 或者鉗 你把它鉗出來 就可以了 有時候看 是經常會看漏 我們也是靠手指去摸 摸到不可以 有很多骨 現在這個位置 我們就成塊切了 這樣就可以了 大骨 就容易看 小骨 就靠摸 用手指摸 這樣摸 我不停地檢查 看看有沒有骨 其實是在那幾個位置 背部的幾個位置 腩位是會有的 接著我們搞定了 我們先放在那邊 這次很簡單 蔥 薑蒜 就搞定了 蔥 我們切蔥花 大粒一點 等下混在一起 是焗的 中式做法 中西式做法 但是很好吃的 主要是沒有什麼油 原來是魚油 當然好 魚油是很棒的 薑 我們切兩片 然後把它切細 先切粒 然後壓爛它 然後把它切細 然後把它切細 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是有腥味的 我們要做些事情 麻煩等一下 有可能有廣告 你可以一邊欣賞美麗的廣告 一邊幫狗的貓貓素貝 全法庫的花 或者其他逛逛 麻煩 麻煩 我們把薑切細 切細 放在碟上 放在一邊 然後 蒜頭 多放一點 七粒八粒 切粒 蒜頭碎 和薑混在一起 等下可以焗三文魚 把薑混在一起 味道就很棒 和沒有什麼腥味 薑蒜 因為這些蜂唇三文魚 一定有腥味 在這個大小 就可以了 放在碟上 乾淨淨 然後我們準備一隻鍋 平底鍋就可以 什麼鍋都可以 不用燒熱 開火 下油 鑑膜油 然後呢 慢火 先炒 先炒些薑 薑是需要時間的 炒香些薑 甚至炒到有少少 焦黃焦黃的 都可以的 炒了之後 會比較香 因為在焗的過程中 沒有多少時間給他們 所以我們炒香了 你的三文魚 會更加香 去腥的能力 就更加厲害了 接著就蒜 聞到有香味出來 保持慢火 慢火就可以了 不用太急 慢慢來 橄欖油 大火是沒有用的 小火 這個時候 放少許蔥 不用太多 放一半 就夠了 留一半 最後放的 一起炒 這樣就香爆了 炒香之後 放在一旁 放冷 先放在一旁 放在一旁 放在一旁 然後 我們放在三文魚上 然後 拌一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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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焗了 不用醃了 然後我們放些黑椒醉 放少許鹽 鹽和黑椒醉 鹽是有鹽 少許鹽拌一拌 這樣就可以了 最後 你覺得不夠味 不夠鹹 我們才可以加少許醬 可以的 拌一拌 拌勻 這樣就可以了 很簡單 簡單 三文又容易熟 還有我以前做過三文 爆撿三文 有空 你可以看回我以前的影片 現在買一下廣告 我們準備一塊石紙 大快一點 我們把三文魚鋪拌下去 或者你可以先塗少許油 在石紙上 我沒有塗了 算了 我想 等它出來的時候 它的效果會焦少許 即是底部會比較香 然後我們放些蔥 放些蔥 放些蔥 然後把它包起來 就這樣一摺就可以了 這樣我們拿好形狀 正方形 方便 放些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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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要弄爛它 盡量希望它不要漏氣 盡量 因為我 後來你會看到 我都會漏氣 有時候 捏得不夠緊 這樣它會漏氣 這樣會慢一點 沒有東西一樣會熟 然後你看看你自己的鍋 有多大 不要弄到太大包 否則你的鍋也不夠大 真的弄不到 慢火開始 全程都可以慢火 慢慢火我們放下去 放在鍋上面 耳結鍋 很多網友問 耳結鍋可以不可以 是可以的 沒有問題 耳結鍋也可以的 電磁爐呢 如果你的火能控制到 都可以的 因為每個電磁爐都不同 那你用慢火就可以了 簡單來說 我們呢 是令到石子裡 夠熱了 熱的蒸氣 令到魚熟 過程裡面 鍋的熱力 會上到石子裡 所以不需要擔心 不會燒爛 鍋的 還有不鏽鋼 也是可以的 有少許漏氣 我看到 我們慢火 我讓我這樣 這樣 十分鐘 十分鐘左右 你見到它發脹了 中間會脹 你可以參考回 我以前有很多影片 你看看 以前的做法都可以 然後十分鐘左右 漲煲煲煲的時候 即裡面 已經夠熱了 我們 找個竹籤 放棄 然後三分鐘 接著就可以了 已經熟了 很快 很香的 有蒜頭 有薑 有蔥 三文魚的味道會很棒 有黑椒 有鹽 夠了味道 放一點辣椒 裝飾一下 就會更正 可以放些麻油 放些生抽 一樣可以的 這個中西式的做法 麻煩還未訂閱 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告訴我 分享給朋友 很簡單 一個紙包三文魚 補充一下 Omega 3 很棒的魚油 看看下面 焦焦的 上面很嫩滑的 這個食法 乾蒸三文魚 好玩 希望大家喜歡 今天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請問一下 會不會 有些人 會不會 會不會 不是 即使 很快 可以 有些人 會不會 很快 感谢观看